天呐 它这个弹桶里面放的竟然是鸡蛋黄 真的是可以用精灵剔透来形容吗 这一盘韩牛14万韩币 确实看着纹路非常好看 韩牛的肉团 然后上面盖了一层芝士 hello大家好 我是泽泽泽PD 咩 今天我是一个代理PD 因为今天有个重要的有些人就是 哈哈哈哈 他毕业了 大家好 我是东卓大学电影导演系的杨阳 今天我毕业课了 耶 谢谢 谢谢大家 时隔五年我终于说是毕业了 哈哈哈哈 你要知道我们学校是一个佛学大学 和别的大学非常的不一样 我你们学校不会有佛教吧 当然了 佛教系啊 看我们学校是有一个自己的庙的 郑爵院 东国常放大光明 自他一时日成佛道 对 我们毕业的全都是修成正佛 这就是我上课的地方 他们两个是不是认识我 你们是不是认识我 是 何渝永 你们是影像大学院的 对啊 我刚知道你是多国的 我是导演系的 啊 恭喜 恭喜 我好像教授我给人家 你好像剥碎的 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们影像系上学的地方 永仓台下棍 如果现在有就读在这里的学弟学妹们的话 希望你们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 别废话 该晚了 哈哈哈 第一月典礼开始 首先是大学院院长 蒋祝福尉 年后 年轻人们就要参考 globe 年轻人还穿 for that 导演 kan 哭了 你看你这嘴角都扭到嘴巴 轰轰了 你的笑容出卖了 你对这个学校 一丝丝的流量都没有 有还是有一点呢 哪一点 我会永远想念我的教授 还有我的同学们 发表一下你的这个毕业获奖感言 再也不用上学了 谢谢 为了庆祝我老弟 今天毕业 今天我请客 真的假的 你随便挑 全韩国你随便挑 我可以选韩牛吗 什么韩牛 你过分了 这一张 我们到了 我好慌呢 就是这一家店 最近新开的一家很有名的 韩牛店 叫牛牛 乌乌 都配我洋洋 我现在很想乌乌 今天的韩牛 一家家 谢谢表哥 100克3万韩币 谢谢表哥 那点菜吧 打电话去吧 你们真的不知道这家店有多离谱 因为我们两个是突然兴起过来 这家店预约全满了 我们现在你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吗 就是恩兴和高祥 大家见面的时候 然后看搜索 实在没有位子 老板腾出了一个废弃房 这就是一个屋塔房 它是一个独立的小屋 没有人 然后我就问老板 怎么跟您点餐呢 老板说您可以在这里 呼叫一下我们的总派 还得打电话 把老板靠过来 韩牛 无鱼 500g 划纳 就行过 啊 也有意思 对 你知道那个探监的时候 我个电话隔着呼离 就是那种感觉 来了 管教来了 管教来了 管教来了吗 你别笑 吃饭了 这个是一盘的 掉了 掉了一块钱 掉了两块钱 太近跪了 放回去 有 这不是土豆的腾脏鸡鸡鸡 这是 已经真的进看书所了 因为 然后我们又要了一个 韩牛芝士汉堡 这里面就是韩牛的肉团 然后上面盖了一层芝士 这一个汉堡一百多 它肉饼真厚 再配上这个芝士 妈呀 我来一口 流了 你汁也太多了 我期待是拉满了 而且这个芝士很厚 我咬了一口 它这个芝士都滴出来了 我的牛肉非常非常的香 天哪 这牛肉太好吃了吧 而且牛肉没有打得很碎 就有那种小颗粒感 在牙齿中间 滋裂的那种感觉 也太好吃了 又嫩又有嚼劲 二片要弄出色以后 黏黏糯糯的 你把你的母说现在都吃了 你还想要我的 丢丢一百 你真的丢一口菜下去了 这我给你点好了 看不见的味道 他们家这个真的很特殊 很精致 这个是生牛肉冰淇淋 它上面还撒着一层芝士 有一种淡淡的香油味道在上面 然后下面做的一个甜筒上 天哪 它这个蛋筒里面放的竟然是鸡蛋黄 这个真的也太绝了 天哪 它刚才撒下来那一瞬间 我感觉我的心都融化了 哇塞 这真的是可以用精英剔透来形容 我蘸一点下面的蛋黄 挺好 好吃吗 是我吃的最好吃的韩牛 人家说要这样 带着饼干一起 好好吃 这个牛肉是香油和咸盐拌的 是有点咸咸的 但是你配上这个蛋筒皮之后 它有一点甜 这种甜咸组合的感觉非常好吃 这韩牛肉真的和别人家那种等级不一样 我感觉他们家把精力全部都放在这个牛肉上了 这个东西咋做它都不可能难吃 它这下面的蛋黄和牛肉 再带一点蛋 这蛋也太绵了 这个又脆又又糯又软又香又甜 嗯 太香了不行了 这太好吃了 这个 这真的太好吃了 嗯 等一下 我真的很期待它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20 40 60 一会加起来不够740 我大部分 哇 你看这个肉 我看着都嫩 哇 它这个这么一摆 看着太有食欲了 好嫩啊 嗯 就这么甜啊 牛肉 那就是它那个一咬 它那个汁全部都爆开了 那个汁有点 舌苔两边那个味蕾 就已经被它全部吃发了 就像那个打保龄球的时候 旁边不是有俩勾吗 那个球一下去 那个油水就顺着那两个勾 这样 直进那个洞口 刚才老板说这个叫塞塞 看着就是番茄酱的样子 不是想我妈了 你们还能做什么饭 平时啊 兴致炖牛腩 哈哈哈哈 现在为止呢 我们已经吃了777块钱了 把他们全放下去了 太败价了 新日 如果要没有我们的90表哥在 我不会亮 表哥一个表都90万 这77的肉丧屁啊 行 再给老板打个电话再来一盘 等一下 哇 这声音太致敝了这点 真不是我夸张 你看这个肉嫩的 我把它的饭一起吃了 我夸的时候就大酱汤 哎呦 太香了 这汤 这汤我爱了 你看拌饭你举了 我对一个汤的最高品价就是 能拌一碗白米饭 烫烫烫烫 底下那个汤汁留在那个铁碗上 烫烫烫 别这么拿 你们有没有发现表哥 其实特别会照顾人 我每次和来一起吃饭 我从来都没有动过手过 他就在旁边忙 吃这个你吃这个 烫烫烫烫 seeing that 你这样婚了 我不好意思 吹戏ent 吹 你突然又想到了一个决绝的吃法 你们知道菜包饭 你们吃过肉包饭吗 我以为我想象这口下去啥感觉 很绝 你看 我特别想把我煎你的这口鸡 挤出来然后让你尝一下 不不要 太香了 你知道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吗 什么 蛋白质和碳水的结合 这么多感受 770的肉就剩最后这几块了 真的好吃 我的妈呀 很绝 有了一点汤 这还有汤吗 这还有吗 这把脸 锅都干了 我把你的米饭给我一说 太大了 我快没了 你饭量比我小 你今天吃好多 我今天真吃了很多 真的你用这个大手 你试一下 我觉得有塞不进去 我求你了 我嘴很小 我嘴很小 满不满足 我就问你 满不满足 请你在屏幕上后期两个字 满足 好好吃 吃饭吃着稍微有点过分 770的肉 2万8的生牛肉 2万8的牛肉汉堡 2万8的大姜汤 不要钱的220米饭 干啥呀 你这是 那老板上来人都傻了 这俩真是从橘子里出来的 多少钱 多少钱也没吃 今天对你来说 算是有一点点的纪念日子 非常非常的有纪念的日子 所以呢 打算送你一个礼物 这顿还能不算礼物吗 不算礼物 是日常便饭 我可以随便挑吗 可以 这怎么我想你的表 早上 我不要这个 为什么 我要那个酒 是吧 那个肉的鞋 香钻 可是 可是你逼个业 把我逼得倾家到家了 我知道你就是 在韩国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拼命的忙于工作 拼命的忙于学业 拼命的忙于论文 我知道论文很痛苦 我想让你去放松一下脚步 放松一下自己的心理 送你个东西 真的假的呀 真的 凸签诶 这支票能开到尾声纸上吗 准备好了吗 我的礼物 我靠 这算数吗 算数 真的假的 绝对算数 泰国机票往返 真的假的 你随时给我发信息 说表哥我想去泰国了 然后我就给你买机票 我还得保存好这张纸 对 虽然发生了一点小小意外 但是谢谢我们最可爱的表哥 帮助她